大家好,我是Trici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二甲第九輪有重頭戲 AC米蘭為主場營戰祖雲達斯 這場賽事安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所以大家要留意 憑著長期穩定發揮 AC米蘭目前已反昭死敵國際米蘭登上積分榜榜首位置 毫無疑問已展現出他們增管大熱的本色 亦令球迷很安心的是 他們近年來連續幾次與祖雲達斯碰頭 整體上都是保持對祖雲達斯的壓制 所謂金仗不防不體好 AC米蘭可以延續連勝,繼續在積分榜上帶頭 上個月中撞下1比5 慘敗給國際米蘭難免會令人感覺 AC米蘭這個賽季真是一般的表現 但之後球隊並沒有一決不振 他們用一波聯賽四連勝以及歐冠聯死亡之組連場不敗 來證明自己霸氣十足 特別留意聯賽四連勝期間全隊得失球比是7比1 期間試過一場零封具備實力不錯的拉數 賽季至今AC米蘭是豪取7勝1虎 取分效率比較高亦令人可以放心 值得讚的是普烈石,他過去兩輪聯賽都有波入 另外近期代表美國國家隊出戰都有破門幾老,腳風幾順 但少要擔心陣容存了一些隱患 主力門將麥志蘭和後衛迪奧、蝦蘭迪斯都要接受停賽受罰 而後衛馬迪亞、卡達拉和中場伊斯美、賓拿莎都是欣賞 免陣,主帥匹奧尼的排兵布陣上相對透明 所以都很容易被祖雲達斯摸透 好在AC米蘭近年與祖雲達斯交封紀錄 都足以令一班粉絲安心 在2021年5月至今五次聯賽 他們取得三勝兩和為球隊入球見功的球員都超過兩三個人 亦反映當下的AC米蘭他們的風格算是相對能夠克制祖雲達斯 另一邊,祖雲達斯上季被罰扣分 兼禁止歐戰,今季唯有專注國內的比賽 這未必是壞事 始終過去三個賽季二甲都並未奪冠 亦證明了他們競爭力明顯退保 不需要分心在歐戰 亦令這支昔日斑白有足夠的空間 探索如何重振他們的洪峰 今季二甲八場,祖雲達斯雖然以五勝兩和一負 高居前四位,但他們曾經輸給實力不同水平的沙索羅 亦在主場被中游水平的博洛尼亞迫禍 看得到穩定性不足,亦未能令大家滿意 但要留意,就算祖雲達斯最近三輪聯賽保持不失球 但昆長只有一個入球 這個破門效率對於志在珍貴的球隊來說算不理想 較為不利的就是陣容 中場普巴以及新鮮出爐的法基奧利都要坐波監 長久以來都不需要考慮他們 更嚴重的是後防線方面 丹尼路雷斯,迪斯基里奧以及阿力斯辛道都要養傷備戰 用人方面真的要就住就住 另外攻擊線上核森華河域和基艾沙都因傷 金像真的未必能上陣 所以說金像可能要寄望摩斯基因 以及天莫菲、韋亞等人衝鋒陷陣 但上述的兩人在這個賽季裡 聯賽上未有入球 看來今次對於AC米蘭來說 是不會造成很大威脅 今場球可能還需要長期擔任後備的 阿卡迪奧斯米歷出場幫助球隊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